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想谈一谈金银花 那么英文名字叫Honey Suckle 它的这个有颜色有金色的 也有白色的 所以说呢 它的名字可能就叫着 由此而来的就叫着金银花 那么金银花呢 它香气浓厚 清香 它这个产生了很多很甜的 它的这个果 它的这个花朵呢 很香甜 而且可以做这个 可以做饮料 很有这个 中药很有这个营养价值 那么它呢 这个长得这个非常的好看 因为它是个世纪长青的植物 所以呢 它这个有绿色 而且花是一年 很大时间 很长时间 它都会开花 所以呢 非常好看 作为庭院装饰 非常漂亮 那么这个 由于这个金银花呢 它很多花 而且呢 它的香气迷人 所以呢 它就会吸引人很多的蜜蜂 和其他的一些有益的昆虫 带采蜜 帮着你采蜜 所以说 如果你家里有 avocado 树啊 或者是有一些水果 或者蔬菜啊 这样的话 这些金银花呢 就会吸引来很多的这些鸟 比如叫蜂鸟 比如说 hummingbird 还有其他的一些昆虫 还有这个蜜蜂 它们过来来采蜜 所以是 那么他们过来以后呢 同时也帮助你其他的一些蔬菜和水果呢 也获得了好处 也可以互相的进行受费 所以是呢 在庭院里种一些金银花是非常好的 那么 刚才我们讲这个金银花呢 它有这个金色的 有白色的 那么就起花朵来说呢 白色的和黄色的营养成分差不多 它的花呢 一开始开的时候是白色的 然后慢慢的呢 它就变成黄色的 含苞待放以后的花朵 所以说非常好 那么如果要是品级啊 那就说是白花呢 这个是最高品级的花 不过差不多 营养成分差不多 而且香气呢 也差不多 那么在西方的这个社会当中 特别是这个欧洲 他们在很多年以前就有金银花的这种文化 比如说在莎士比亚 乔弗雷 乔弗里 他们在很多的名著当中都谈到了这个金银花 都涉及到的金银花 比如说在这个第十二页 还有中夏之夜 还有名著当中 还有坎德鲍雷 这个好多名著当中都提到了这个金银花 所以呢 金银花不但在东方 在西方呢 也有记载的典故 那么他们用这个金银花呢 比如说这个做金银花呢 它可以用来摘了这个花朵以后 然后把它呢 就是放在你的宴会的桌面 或者是放在你的这个厕所 或者洗刷间 或者是什么地方 这样的话会很香 让你的这个屋子里充满了一种清香 当然还有人把这个金银花呢 放一点放到你的枕头里边 据说有催眠的作用和这个帮助睡眠的作用 不过有人说可以让你做桃花梦 不过这一点没有证实 你可以试一试管用不 就是金银花有药用价值 那么金银花呢 它可以 那么在这个 它就是在西方的文化当中 它也有药用价值 比如说这个金银花呢 它可以治疗尿道性疾病 而还有利尿 还有这个头痛 糖尿病 以及抗癌 关节炎和皮肤等等这些炎症 比如说你皮肤上有一些发炎的地方 你把这个金银花呢 碾碎了以后 然后涂在那个上面 也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 就是说这个不但是在东方呢 在西方里面也有记载 所以这个金银花非常好 那么金银花的这个生长呢 它基本上是在一种温带 所以说呢 那么在温带 也就是说在美国大部分地区 还有中国的北方大部分地区呢 都有这个可以种植这个金银花 金银花的生存条件非常的低 没有很高的要求 它当然喜欢更多的是 喜欢这个孵上 也就是太阳光更多 太阳光少也没问题 它也可以就是在阴凉的地方 它也长 所以说这个花 它的这个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 所以任何的什么土啊 它都可以长 当然是在后院 庭院里面种一棵比较好 那么同样 如果你没有地的话 你也可以在阳台上种 也没问题 后院或者前院当中种这个以后 它可以改变你这个整个的这个住宅这个区域里边的一种花的味道 是你的这个味道 所以感到清香的一种味道 所以说呢 它们往往都用来 比如说放在这个这个柵栏里 或者是fence 或者是篱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花盆里边 或者后院的花盆 吊栏等等都可以用 很容易生长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它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 就是说它长 因为它的这个适应生存能力特别强 所以说它就非 如果要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区域呢 它就长得非常的aggressive 就是长得很疯 那么长得很疯呢 这样的话就会让它呢 这个 就可能如果你要是在你的后院里边 一块比较好的地里边长了以后 它可能就会串的很多地方都有 就是侵略性很强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你最好就是像我们一样 就在一个水泥地或者是别的边 这么一块可以可控制的一个范围之内 让它生长 这样的话它就会长得非常好 而且呢 它不会就是疯长 长得很多 并不是所有的金银花都疯长 那美国本土的这个native的金银花 就不那么疯长 而只有这个Japanese的那种金银花就是疯长 花有分很多种 有好几十种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一种是 就是东方的 东方的就是Japanese的 还有这个美国土生土长 Native的这个美国的土生土长的这个花 那么土生土长的花和这个Japanese的花呢 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说 你像这个我们就是一个 就是你看这个 我们它就是有花雷 有花瓣 这样整个的一个tube可以产生 所以说这样的往往呢 它就这样的花呢 就是属于native 这个native的 那么native的呢 它们就往往就生长起来 没有这么aggressive 而Japanese的最aggressive 就长得非常疯 所以说呢 大家种植这个金银花 一定要注意 就是让它不要长得太疯 一定的范围之内生长 这样的话就会很好 你看我们就种在前院里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我们前院整个一个院子 就清香的味道 非常非常 就是感觉非常好 那么这个金银花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的高 所以呢 我们平时的时候 比如说有炎症啦 或者是这个尿路或者是什么东西 各个方面有一点小炎症的话 或者火气上来以后 或者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就是弄几瓣这个这个金银花 然后我们那 然后我们可以就就可以进行这个 就喝水 然后用泡水 用白水 用白开水这样泡茶喝 就很好 这样的话就很好 但是这个金银花呢不能吃多 吃多了以后也不好 就是什么事情都有个度 吃多了也不好 特别是我们不能吃它的这个 这个有一些berry 那么我们这个没有长berry 所以有地方可以长berry 就是长效果 那这个效果是不能吃的 吃多了以后 吃了以后它有一定的毒性 所以说不要吃它的berry 但是吃这个花就可以 那一次不要吃多 这样的话就是说 它的这个药用价值 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 解决这个消炎的问题 炎症的问题 种植 我们种植这个金银花呢 有两种途径 一种就是我们掐一个枝子 然后我们用水泡出来 我们这样掐一个枝子 然后我们把它用水泡出来 然后它就出根 出了根以后 然后就可以种植了 那它生命力很强 所以说呢 就掐一个枝子 我们泡根就可以 一个就是你当然你到 你到苗圃去买去 那么买呢 你就可以 但是你买的时候 最好是能买这个当地的 Native American Native American的金银花 就是日本的那个金银花 就不太好 所以你买那个花的时候 就是 比如说它的英文名字 应该叫Lunicera Sample Visions Japanese的那个呢 就叫做Lunicera Japanica 所以你要看Japanica的 这样的东西 最好是不要买 就是因为它长得很疯 但是如果你不care 它长得疯的话 也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Lunicera Sample Visions 那就是当地的 Local Native的这个花 这个金银花 所以你买的时候呢 当然这Japanese也可以 只是你要注意 你要不care它长得疯长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收集了一些这个 我们收集了一些这个花 你看这个白花 我们可以 我们收集一下 我们可以把白花收集起来 比如说这样的 我们收集的这么一些这个金银花 我们就可以泡一杯茶就可以了 所以泡清香的一种味道 非常好 所以说呢 平时呢 你可以用一个container 你也可以用个container 把这些花呢 收集起来 不然的话太老了 它也掉了 那么你可以把这些花都收集起来 然后放进这样的一个container里边 那么我现在我就收集一下 那么这个金银花呢 实际上你在什么地方 在自己花盆里边种也可以 所以说有朋友 你要是没有地 没有地的话 你在阳台上 种金银花也是可以的 放在一个盆里边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金银花 就收集起来 这样我们金银花就收集起来了 你看漂亮吧 所以我们回去喝水 喝茶的话都可以 好了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金银花 那么我们是希望大家 每一家都种个金银花 这样不但让你的这个后院 充满了这种绿色 长青的绿色 而且呢 整个你的这个房子周围 都非常的清香的一种味道 非常好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